I can't wait to see what illusion you've come up with for us One of those romantic boy meets girl boy loses girl stories 還記得大概上個禮拜的Vlog吧 不是來這邊嗎? 排了一大堆人嗎? 現在我想應該是已經都賣完了 因為 我知道為什麼那邊沒人排隊了 因為那邊現在房子裡面沒東西了 他們把商店挪到這邊來了 裡面賣的東西 我覺得裡面賣的東西 目前從外面看起來還差不多 而且不用排隊 屁啦要排隊好不好 報告我只知道在華山 不知道在哪裡 我剛剛正想問你 你怎麼知道我要幹嘛 今天要去看的展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我只知道它就是一顆肉球生物會講話 不是有貼影片給你看 所以我才說得出來 它是一顆肉球生物會講話的感覺 它沒有講話 它就只有發出一些 那個生物長得有點像 我之前在手遊三分鐘推薦的一款遊戲 就是會一直吃人的 我會放資訊卡 Oh by the way 手遊三分鐘即將重啟 在Gaming的頻道 我不死的要宣傳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不曉得 我每一支Vlog都要講一次 無恥之徒 我跟你講現在發生了一件事情 也許這個展覽並不在華山 你看看它的嘴臉 看看它的嘴臉 看看它的嘴臉 你看看它的嘴臉 你看看它的嘴臉 你看它緊張的嘴臉 它都開始流汗了 你看到了嗎 你有看過貓流汗嗎 就在前面 看看它的嘴臉 是鬆菸 鬆山 它怎麼辦 趕快過去啊 喔 你這個雷包 各位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原本以為 我一直以為展覽在華山 因為這隻貓娘跟我說 展覽在華山 結果我們剛剛發現它在鬆菸呢 欸開心嗎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面對小紅豆 好開心喔 太棒了吧 不管了 反正我們現在要趕去鬆菸了 等一下我們再見 欸 欸 欸 是不是 下一幕就到了嘛 很近啊 阿不就很快 很快啊 這個吧 就這個吧 欸就是這個 好它都往那個方向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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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跟華山直直的一條 都是山嘛 可以 對啊我記得都是山啊 對都是山 就跟壽山跟陽明山是一樣的 都在台灣啊 他們只是差了三百公里而已 還好還行啊 還行啊 還行啊 好了各位 這個展覽呢 就看完出來了 剛剛就有跟你講嘛 這邊是不能錄影的嘛 所以 等一下我會用稍微有一點 困難的方式 就是 呃 我用照片 邊用照片邊講解的方式 來告訴你們 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好不好 Action 好啦非常理所當然 這次展覽也是不能攝影的啦 所以大家今天忍耐一下 我用碎碎念的方式 來念完這個展 這個展覽表現的方式 我非常喜歡 用年年怪獸 來搭建出一個小小的城鎮 城鎮裡面有許多的建築 有滑板店 商店 博物館 不過接下來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店玩店 我在這個店前面真的停了非常久 除了遊戲的海報之外 還有許多改版字 紅白機卡帶的遊戲 大家有沒有認得出來 有哪幾款遊戲呢 啊 順便秀一下 跟怪物躲在牆角的妹子們 對啦 跟妹子出來玩最爽了啦 裡面有一句小小的宅家房間 螢幕裡面好像有一個8bit 風格的遊戲畫面 不過 我是不知道牆上的脆片和罐頭 到底好不好吃啦 快看看開心的妹子們 喔對了 這旁邊是一個在打瞌睡的快遞司機 這裡面牆上面放的是飲料設計的海報 但其實我就覺得想要你們看 左下角會去熊啦 再殺一次妹子 接下來這間房間裡面放滿了各種的精品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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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精緻 所以可以請你們放過我的錢包了嗎 現在你們看到這一尊是展場 差不多在中間的自由女 呃 反正就有某一種象徵物啦 那旁邊就是一間滑板店 櫥窗內放著各式各樣的滑板 但是我不能告訴你們 這些滑板完全只是造型 不能真正拿來滑的啊 象徵物的另外一邊有一間博物館 裡面好像寫著關於這個角色創作的各個歷史 不過我很懶得看都沒有看就是了啦 旁邊還有一間怪物唱片行 跟妹妹子 還有看著一堆精品後拿出錢包露出厭世眼神的女子 不過這些公仔看完之後 能夠不為了錢包的擔保感到非常的厭世嗎 順便一提 這是一間可以站在滑板上面看VR動畫的房間 不過會暈3D的千萬千萬千萬不建議嘗試 因為影片非常的晃 最後這間房間是放著非常精緻公仔情境的房間 也是我整個站餐裡面最最最喜歡的一間房間 看看這個照片是不是非常的有氣氛 看看這個照片是不是感到非常的厭世 看看這個員工他一定想著 好像趕快下班啊 那這個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跟Neko都非常喜歡的一個鬆餅店大叔 最後要離場前面 免不了還是要海虛擬一頓的精品商店區 我拍了一些商品的照片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考慮趕快去看一下這個展覽 或是網路找找看哪裡有的買 不過我不得不提這個傢伙 他是一個不時被人被刺的行動店員 我看全場最悲劇的大概就是他了吧 然後這個東西我一定要跟大家炫耀一下 這是會場限定的徽章 而且我抽到的是限量版的 但是我不會送給你們啦 好的以上就是黑仔熊式的照片展覽遊 不過Vlog還沒有結束 請大家不要記著離開 好的各位 我們這個展覽呢 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超級推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真的是太可愛了 而且他裡面280塊 一開始覺得 他覺得門票好像有點貴 可是我是不是推薦你們看嗎 可是進去看完之後 完全覺得280 超級OK 超級好看值得 然後這個展覽提醒一下 是在松山文創園區 所以不要跑錯地方 對不是滑山 是松山 好不好 都是山嘛 都是山 對然後老樣子啦 我每次逛展覽 就會有小禮物要送給大家 我這次轉了一個轉蛋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大家會喜歡 看一下 這個是展場限定的徽章 那這一次抽出來的方法呢 我一樣我們到粉絲團去進行 你們看到影片的時候 我粉絲團應該發了一篇文章 關於這一支的文章 那這次呢 留言一樣 Hashtag給我怪獸 那這一篇文章 就今天vlog放出來的 兩天後中午 我會公布是誰抽到這個 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抽完放之後 應該在上單步就沒事了 所以今天vlog我就早到結束了 我接下來還有兩天假日 如果還想知道我這兩天假日做了什麼 我們就明天再見好不好 那我們明天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知道你是威男嗎 喔 是大阪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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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是中間的版本 你知道其實一兩公斤 我們去那個 去大阪居的時候 因為已經大阪居了 所以我在網路裡面走 欸沒有另外一邊 我又是一兩隻一個人 你太難忘了 你太難忘了 那把它就打開了 他是最後一半 我剛到小了